12月1日,即是星期日,恢復深圳一簽多行個人郵簽註 並且實施新安排,由原先只是適用於深圳戶籍居民 擴展到持有居住證的非戶籍居民 合資格申請人超過一千萬 過去兩天,香港各旅客服務的環節 包括口岸、旅遊設施和公共交通運輸網絡等 整體運作暢順 我聽到很多深圳居民對於來香港旅遊很期待 表示忠於真正,想來就來 隨心所謂安排出行 不同的行業亦各出其謀,把握機遇 交通運輸的營辦商、支付平台、免稅品店和商場等等 陸續為深圳旅客量訂造多項跨境交通、餐飲和消費優惠 旅法局亦要加強宣傳,吸引深圳旅客來香港旅遊和消費 有餐飲業的代表估計,今個月的餐飲業生也 較去年和前年的同期可能是上升兩成 有商會更加形容措施為本港的零售市道引入更多活水 香港即將進入聖誕和新年的旅遊和消費旺季 一浪接一浪的活動 將吸引更多旅客 包括坐落在西九文化區的香港冬日繽紛巡禮 西貢海藝術節 一系列以大熊貓為主題的嘉年華 以至未來幾個星期 舉行的國際級賽馬活動 Pokemon Go City Safari 和跨年倒數等等城市 都是旅客很感興趣的活動 恢復深圳一簽多行 正當其事 作詞 作詞 作曲 必定 ؟ 作詞 作曲 尋